哈喽大家好,我是翘宝贝尚 今天这个视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代产包 这个视频真的拖了非常的久 原本是想在我生之前分享的 但是一直拖啊拖啊拖到现在了 那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周时代产包之前呢 我强烈建议大家在运晚期的时候呢 抽个时间去自己生产的医院参观一下 美国这边的医院呢每个月都有一些tour 可以给大家去提前参观一下 一呢是要提前去采电了解整个医院的地理位置啊 各种信息 例如停车位怎么停入院的手续 在哪里办理啊如何办理 以及万一如果发生emergency紧急情况的话呢 该怎么办 这些信息呢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的 你越靠近你的预产期呢 你随时都有可能会发动的 你有可能像我一样半夜突然破洋水啊 直接走了走了突然震痛啊 反正呢什么事情呢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呢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这些信息 在医院参观的时候呢医院工作人员会告诉你一些关于 生产啊产后的一些信息 例如有多少个人可以陪产啊 可被带外面的食物等等 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 所以很多政策都会一直在不停的变 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了解医院会给你准备什么东西 像美国这边的医院呢准备的东西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大同小医的 可能个别医院会有一些出入吧 你在收拾带产包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少带一些就不用那么麻烦啦 那带产包呢我建议大家收拾一个登机的小箱子 加一个能装随身物品的小包包就足够了 而且带产包大家一定要提前收拾好 最好是离你预产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就要收拾好 就像我讲的月到后期呢你随时都有可能发动 你是不想在最后关头的时候还在收拾 那第一个要带的东西呢 就是你的ID和你的保险卡 这两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要带的呢就是自己的一个洗漱包 例如牙刷牙膏啊洗脸的纸巾啊洗面奶等等 根据自己的个人习惯来准备了 不用带太多带一些最基本的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扎头发的这个橡皮筋 到后面push的时候你就在非常用力的 就会流汗啊什么的 一开始我头发没扎就整个人很像疯婆子 后面我就有扎起来我觉得会比较方便 第三个要带的呢就是哺乳胸罩 如果你是打算母乳的话呢 准备一个哺乳胸罩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前面直接就可以截下来的 母乳起来就非常方便 我用过几款我觉得最好用的是全印 然后真的超级好用 非常的柔软舒服 我也安利给了我的很多朋友 他们都是一致好评 不好用你可以来找我 然后我还带了一双厚厚的这种家居袜子 其实因为会准备那种防滑的袜子 穿上的就是可以直接当拖鞋 这样走来走去防滑的 还挺方便的 我当时好像就直接穿的是医院那个袜子 那如果你是比较怕冷的女生 我建议你还是多准备一双袜子吧 或者你也可以准备一双比较舒服的拖鞋 我还带了一套自己的睡衣 但是我最后好像没有用上 我一直穿的都是医院的那个医院袍 它就像一个长裙 让你直接套在身上 就上洗手间啊 或者说护士来检查你 穿那个还挺方便的 还有就是这个防疫乳垫 当你生完宝宝之后呢 你的母乳就会慢慢开始来了 那有些妈妈可能奶水会比较足了 都比较快 那你就可以先垫一个这个防疫乳垫在胸罩上 我用过几个牌子之后呢 我觉得兰斯诺和babycare 我觉得都比较软比较舒服 我还带了这个一次性的内裤 跟夜用的卫生巾 因为生完会有恶路 所以一次性的内裤跟卫生巾会比较方便 带这个冲洗器 冲洗伤口的 带了tux的这个冷敷垫 跟镇静喷雾 这两个东西都是能够镇静伤口的 我还准备了这个nipple cream 这个一定一定要准备 特别是准备母乳的妈妈们 因为一开始你还在学习这个正确的哺乳姿势 那宝宝它也在适应中 你的乳头是一定会破损会受伤的 而且受伤了之后再去喂宝宝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痛 似乎是呢就是有教我 涂一点到伤口上 这样子你哺乳起来呢 不会那么的痛 每次你只用涂一点点一丢丢就可以了 它的成分也是非常安全的 宝宝即使吃进去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大家可以带一个小毯子 因为有时候医院的空调会开的非常的大 非常的冷 建议大家可以背一个小毯子 这个呢是一个fitting pillow 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带 如果你打算母乳的话 我当时就是没有带 我在医院喂奶的那几天 真的是非常的累 手都要酸死了 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奶水还不会来的那么快 那么足 所以会希望说让宝宝多吸 多吸的话你的奶水也会比较多 然后宝宝有可能一吸就是吸 20分钟半小时 当时我记得最长的一次 他是吸了快一个多小时 我就一直这么抱着 我当时都快累死了 就披着一口仙气掉着 所以这个补诊是一定要带的 还有充电线也是一定要带的 最好是带那种特长的充电线 因为医院的插头有时候是很少 或者就离你的床非常的远 你要不带个充电线 或者带一个充电宝 还有如果平时你是比较需要喝热水 温水的话呢 最好自己带一个保安杯 或者你可以带一个折叠的烧水壶 这样呢你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间烧水 就比较方便一点 还有一个要带的就是你出院的衣服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你生完孩子之后 你的肚子就咻一声就变回了孕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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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完之后呢 你的肚子还是会像五六个月怀孕一样 所以出院服呢 记得一定要带比较宽松比较舒服的 大家还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 生产的时候 其实很多医院都不给你吃东西 只给你喝一些流质的东西 我当时就有吃一些果冻啊果汁 还有有给我喝一些浓汤 但是我记得我当时产后的时候 真的非常非常的饿 就感觉好像饿了好几个月的那种感觉 宝宝需要带的东西呢 就简单很多了 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准备一两条这个包巾 因为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呢 他会特别没有安全感 而且还会有那种筋跳反应 用包巾把它们裹起来呢 它们是最有安全感 最舒服的 大家还可以多带一条给它们遮风啊 遮太阳什么的 然后呢还要给宝宝准备一两件出院的衣服 我建议大家就是准备这种从头包到脚的这种衣服 这个还蛮可爱的 但是没有戴上 因为我准备的尺寸太大了 那美国的医院其实都会给宝宝准备的 这个红蓝条纹全面统一的 哦我现在看这个小帽子觉得好小啊 水杯套箱肯定戴不下了 如果你想拍照好看啊 或者想要一些小道具啊什么的 也可以给宝宝准备一下这种蝴蝶结啊什么的 就拍照起来会比较可爱一点 我自己还带了一些尿布和湿巾 这些其实医院都会准备 但我就带了一些些就预防万一 带了一些这个水奶 因为当时我怕我不够母乳啊 宝宝不够吃 这样他们可以先吃的这个水奶 然后他们有配这个奶嘴这样套上去 直接就可以喝了很方便 我还带了这个安抚奶嘴 如果你有打算让你的宝宝用安抚奶嘴的话呢 你可以带着 我们家宝宝就是完全不吃这个 到现在都不吃 还有一个大家一定要准备的 就是新生儿的安全座椅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准备 在美国这边呢是法律规定 你一定需要有这个 你才可以带着宝宝出院的 当时我出院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护士 一直护送我们出去 然后看着我们把宝宝和安全座椅 放在车上 并且正确安装之后呢 它才让我们离开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最后一个要准备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的 就是宝宝的儿医信息 宝宝出生之后呢 医院会给宝宝做很多新生儿的检查 其中一项呢 他们会需要宝宝的儿医的信息 所以一定要提前把儿医的名字啊 电话啊等等准备好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对你们有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